法国就业局3月21日再次展开在动员长跑,推动长期失业者在就业。 巴黎13区达维耶尔街区,就业局分支机构负责人普雷沃斯,当天接待了15名长期失业者。 告诉他们,我们的工作就是给你们提供帮助,经济开始繁荣,一定要抓住机会。 所有这些求职者情况都各不相同,国籍也不同,但有一个共同点是至少失业两年,很少与就业局联系。 比如56岁的埃里克,两年没有见就业指导顾问,因为年龄太大,觉得没有希望了。 普雷沃斯说,对于长期失业者来说,当天到就业局是迈出再就业的第一步,这像是长跑。 就业局的目标是用6个月时间让他们实现在就业。 今天所做的最重要的是,是重新与他们建立联系。 当天的工作是帮助失业者做出反思,看看他们具有什么能力,长处,希望找到什么工作。 15个失业者分别围着5张桌子坐着,每张桌子有一位顾问给他们提供帮助。 第一张桌子的顾问摩尔多姆利自己就曾失业4年,他说,在就业局网站poe-employer.fr上,有你的记录非常重要,上面要写着你的各种能力,这样就业局就能知道你想找什么样工作,能跟招聘者联系。 接下去,求助者填写了问卷,问卷包括语言能力和数码能力。 这是为了确定哪些人法语和上网有困难,成为在就业的障碍,随后就业局将组织这些人学习,改善这方面能力。 为了让失业者相信,新冠疫情改变了就业状况,普雷沃斯请来了附近皮提耶,萨尔佩特里尔医院食堂招聘部负责人斯蒂法诺,后者给大家解释了目前他们那里很难找到仓库管理员,食堂工作人员和厨师,他们的食堂每天要准备5400份饭菜。 除了厨师外,其他人员没有特别要求,只要愿意在一个大的工作场所,参加团队工作,和大家一起完成共同的工作就行。 他还提出感兴趣的人可以到那里去尝试一、两周的时间,了解情况。 44岁的纳塞尔,对这个工作表示了兴趣,就业局将在一个日的时间内,帮感兴趣的失业者递交申请。 在接下来的个别谈话中,另一个顾问哈多阿娜发现,纳塞尔在poe-mpr.fr网站上既没有简历,也没有联系方式,就赶紧帮他填写简历,准备联系面试。 失业者离开就业局分支机构的时候,和顾问约好两周后再见面,期间顾问将给他们准备好,下一步找工作的行动计划。 这个对长期失业者进行再动员的行动,是总理卡斯泰去年9月底提出的,解决招聘难问题的计划的一部分。 当天是达维耶尔街区就业局分支机构,从2月份以来第15次接待长期失业者。 该分支机构的目标,是用今年一年的时间,使3000名失业超过两年的长期失业者在就业。 这些人中46%超过55岁,36%的人没有高中毕业证书。 现在很多企业遭遇招聘难问题,所以就业局希望利用这个契机,给这些长期失业者提供重新工作的机会。